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6日公布 德克萨斯州有883家托儿所出现了新冠肺炎病例 1335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其中包括894名工作人员 441名儿童 据悉德州在5月中旬曾报告 53家托儿所出现了59例病例 到6月中旬 该州共报告了177家托儿所出现210例病例 此后托儿所病例变猛增 据CNN报道 截至7月6日 德州上有12220家托儿所开放 在美国家长们担忧 将孩子送回托儿所是否安全时 特朗普一直在淡化疫情 他还要求美国学校必须在秋天开放 6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强硬表害 学校必须在秋天开放 因为州长们正在努力应对 全球范围内增加的新冠病例 并且各州已经解除封锁 尝试重新开放 不过他的民主党对手乔拜登 曾在三日讲话中曾表示 由于美国的新冠病例激增 学校可能会关闭更长的时间 特朗普对于拜登的言论十分不满 他在另一条推文中抨击 拜登不希望学校开放是出于政治原因 而不是健康原因 民主党认为 关闭学校对11月的大选有益 美媒报道称 目前尚不清楚 特朗普指的是小学 高中还是大学 以及他是否正在考虑采取措施 按照计划 当地时间7日 他将会和第一夫人参加 关于安全重启美国学校的 全国对话活动 实际上 由于州和地方管辖 控制着公立学校 特朗普的决定权是有限的 随着学年的临近 美国有一些州决定 重点推进开放学校 密歇根州州长 格雷琴·惠特默 就再次下令 关闭了该州酒吧的室内服务 他表示 为了秋季重新开放学校 现在就必须采取积极行动 但目前美国大多数学校 都决定在线开设一些课程 美国学校能不能开课 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疫情的爆发状况 如果能采取有效的防疫措施 以及控制开课规模 学校在秋季重新开放尚有希望 然而特朗普只是提出了要求 对于学校重启 并没有制定足够的措施 拜登曾对此指责特朗普 他表示 民主党议会在五月份的时候 就通过了法案 制定了计划 以为学校提供资金 帮助指导开放公立学校 在写给特朗普的一封信中 拜登讽刺道 我们需要完成这项工作 但特朗普没有制定国家准则 来帮助学校重新开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